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瑞安航空的估值可能会攀升到更高的高度 金丝雀码头可能避免十年一次的动荡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没有引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打赖喇嘛灵魂的争夺战 如何阅读墨尔本杯的表格 并为杯赛日提供五个最佳投注建议 请大家收看 瑞安航空的估值可能会攀升到更高的高度 路透观点 瑞安航空预计在截至2024年3月的一年中 将实现超过21欧元23.6亿美元的税后利润 超过其在2018年创下的记录 尽管如此 该航空公司的低估值表明 由于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投资者仍保持谨慎 然而 历史表明 在经济衰退期间 预算假期是消费者削减的最后一件事 瑞安航空的强劲需求和票价上涨反映了这一点 如果消费者在经济面临挑战的情况下 继续优先考虑假期 该航空公司的估值可能不会长期保持低位 金丝雀码头可能避免十年一次的动荡 路透观点 据Britney Lewis称 其所有者 Brookfield和卡塔尔投资局 POIA向金丝雀码头集团 CWG注入3亿英镑 39,000万美元的股权 可以帮助该公司 打破每10年更换一次所有权的循环 该集团的投资组合价值 从2020年的40亿英镑 下降到6月底的33亿英镑 未来两年 还有13亿英镑的债务到期 然而 Brookfield和POIA已经持有CWG的大量股份 不太可能需要出售资产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并没有引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外交事务 根据这篇外交事务的文章 声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激发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入侵乌克兰的论点是错误的 作者认为 普京很可能在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之前 就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了 俄罗斯在2021年初 就已经展开了军事行动 并向乌克兰发出了侵略的信号 而美国在俄罗斯军事集结期间 一直表现出力量和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表明普京入侵的决定 并非对美国的所谓软弱的回应 作者建议我们更好地理解 普京的思维和动机 以有效地遏制未来的侵略行为 导致乌克兰入侵的事件时间表表明 普京的决定并不受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 事实上 美国在俄罗斯军事集结期间 一直对乌克兰表示坚定支持 显示出的是力量而不是软弱 作者认为 美国政策制定者 不应该从阿富汗撤军中 得出错误的教训 因为他们可能会误解普京的动机 进而可能引发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 了解普京的思维和动机 对于有效遏制未来的侵略行为 非常重要 作者建议 美国的力量展示 可能会被俄罗斯视为威胁 并可能导致直接的军事回应 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 除了力量展示之外的其他方法来 遏制普京 比如外交谈判 认为力量展示是遏制普京的 唯一方式的观点是错误的 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冲突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普京的决策过程 以有效应对乌克兰危机 并避免进一步升级 达赖喇嘛灵魂的争夺战 外交事务 中国干涉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选举 是对藏族宗教自由的侵犯 也对丰富的藏族文化构成威胁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丹增多集在外交政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对藏传佛教 转世轮回传统越来越感兴趣 并试图控制下 一世达赖喇嘛的选举过程 北京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来监督这个过程 甚至还设立了博物馆展览 来宣传其在监督选举方面的合法性 中国的这一举动 被视为试图巩固其对西藏的控制 并破坏达赖喇嘛的制度 中国对转世制度的干涉 导致了腐败和滥用 根据中国法律 所有转世喇嘛都必须向政府注册 导致了一个被政治利益操纵的官僚过程 中国的历史扭曲 也在其试图控制藏族宗教事务方面 起到了作用 中国政府错误地声称 所有以前的达赖喇嘛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并声称达赖喇嘛这个头衔 是清朝皇帝授予的 这些主张没有历史证据支持 下意识达赖喇嘛应该根据 现任达赖喇嘛留下的传统和指示来选择 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 国际社会必须站出来捍卫宗教自由 支持藏族人民选择自己的精神领袖的权利 包括美国 欧洲 印度 蒙古 日本和佛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 应该发表明确声明 承认达赖喇嘛在确定他的转世中拥有唯一权威 在这个问题上 不捍卫宗教自由将会使一个扩张主义政权变得更加嚣张 并威胁到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稳定 大型央行需要明智地利用他们的暂停时间 FT评论版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穆罕默德 艾里安 Mohammed L.Arien表示 英国央行 日本央行 欧洲央行 和美联储 在过去两周都呼吁对重大政策行动进行暂停 虽然他认为此举大体上是合理的 但L.Arien认为 银行必须充分利用时间仔细考虑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叫了哪种类型的暂停 他建议 所有四家央行都需要通过对经济环境的更清晰 前瞻性的描述来补充其数据依赖性 中国企业不愿意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路透观点 中国企业以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为首 已经花费90亿美元回购股票 试图支撑该国陷入困境的股市 然而 这只是相对于2022年的微小增长 表明企业的支持态度不积极 尽管监管机构努力振兴市场 但上证宗旨在过去6个月中下跌超过10% 私营部门的重量级企业 如格力电器 也对回购股票表现出较少的热情 这表明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股市已经触底 为什么李家超对选民缺乏信心是显而易见的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政治顾问爱丽丝 胡艾丽丝乌表示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最近的施政报告显示 香港人民缺乏信心 吴认为 李家超缺乏信心 因为没有反对派或中间派候选人 获得足够的提名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 吴质疑为什么李光耀对改革后的选举制度缺乏信心 并建议政府需要反思 该制度是否公平 公正和公开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度分析 首先 瑞安航空的估值可能会攀升到更高的高度 瑞安航空预计在未来一年中实现超过21欧元的税后利润 这超过了他们在2018年创下的记录 尽管目前投资者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然存在 但瑞安航空的强劲需求和票价上涨表明 消费者在经济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仍然优先考虑度假 因此 如果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期间继续优先考虑度假 瑞安航空的估值可能不会长期保持低位 接下来 金斯雀码头可能避免十年一次的动荡 金斯雀码头集团的股东布鲁克菲尔德和卡塔尔投资局注入了三英镑的股权 这可能有助于打破每十年更换一次所有权的循环 尽管该集团的投资组合价值在过去一年中下降了七亿英镑 但布鲁克菲尔德和卡塔尔投资局已经持有该集团的大量股份 不太可能需要出售资产 关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否引发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根据外交事务的文章 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该文章认为 俄罗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前就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了 事实上 在2021年初 俄罗斯就已经展开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并向乌克兰发出了侵略的信号 因此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原因 最后 关于选举中的达赖喇嘛的争夺战 中国对选举的干预是对藏族宗教自由的侵犯 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选举过程 这是对丰富的藏族文化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该站出来捍卫宗教自由 支持藏族人民选择自己的精神领袖的权利 总之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种信念的圣护 并不认行 不认识 这种信念咱绒